说起主食,ES之内,你脑子里最先想到的是,米饭,馒头,面条,稀饭。 主食当然不止最常见的这些,可以选择的种类很多很多。 慢慢在逛咱们年糕妈妈APP的时候,就看到一位嬉嬉妈妈,经常用梨麦给自己的宝宝做主食吃。 比如,做成梨麦土豆腻了,紫薯梨麦饭了,看看照片就超有食欲对不对。 仔细看照片,发现这位嬉嬉妈妈用的,还是三色梨麦,在颜值上可能更受妈妈们欢迎。 梨麦作为优秀的闪闪发光的食物,被称为超级古物。 她已经把玉米,分米,小麦甩出几条街,梨麦的钙含量的小麦的三倍,玉米的七倍。 到米的二十倍,铁,铁,铭,零等含量,也超其他古物一大截。 并且它含有八种人体所必须的氨基酸,所含的优质蛋白看底牛肉了。 说了这么多,我们还是一起来围观西西妈妈的菜谱吧。 这位妈妈在年糕妈妈APP社区上分享了很多精美的食谱。 大家如果喜欢也可以去看哟,梨麦土豆泥,菜铃,梨麦土豆泥,月铃,十八月佳。 食材,土豆酒十克,胡萝卜十克,玉米米十五克,梨麦十五克,配方奶或牛奶二十克。 苦量,食用流适量,工具,不粘锅。 一,食材准备,二,一麦浸泡两小时以上,并淘洗干净。 土豆去皮切小块,放在不同的碗中,大火蒸个二十分钟。 三,蒸好的土豆放入大碗中,加入二十克牛奶或配方奶,倒成泥。 四,胡萝卜切丁,和玉米粒放入在水中,捉水一分钟。 沥干水分备用根据宝宝的吞烟能力,可以把玉米粒和胡萝卜切碎一些。 五,不粘锅烧热放入黄油,稀稀麻麻为了更好的口感用的是黄油。 六,蛋油热后加入牛奶土豆泥炒制完全融合。 七,再加入更好的泥奶,焯水后的胡萝卜和玉米粒继续翻炒,水分收干后关火,这一步还可以加奶拉磨,味道会更香浓。 二,出锅后,可以随意摆出漂亮的造型就可以了。 操作简单,营养密度很高,吃非常理想的快手营养餐。 黎麦次数蒸饭,菜名,黎麦次数蒸饭,月灵,食欲越佳。 食材,小子数两个,大米适量,三色黎麦,补量,工具,点饭包。 一,食材准备。 二,黎麦提前浸泡两小时以上,并淘洗干净,和淘洗过的大米一起放入电饭包。 三,自数洗净去皮切小丁后,倒入电饭包,按包饭模式即可。 四,蒸熟出锅后,不要忘记摆出漂亮的造型哦。 哦,不仅宝宝可以吃,妈妈们也非常合适哦。 当然,因广大妈妈的要求,麦麦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三色黎麦,产地青海,几乎复制了安地兹高地的黎麦生长环境。 尤其是青海干和少雨,特别适合黎麦生长,所以美丽都是非常饱满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